上下班的尖峰时段台中市区最为拥塞 许多驾驶人经常塞在路上满腔怒火 如果能够及时掌握车况就能够提前避开 台中市政府率先六都推出了台中交通网APP 动动手指就能够掌握及时路况 以及附近停车场位置等六大功能 还有测速照相提醒最近已经上线 希望带给市民更加便利的行车环境 马路上车辆来来往往不管是遇到道路施工还是车况拥塞 过去可能都要透过广播或是事先查询 不过现在市府率六都知仙 推出台中交通网APP 民众只要下载就能查看及时路况非常方便 第一个就是我们把路口的这个路口监视器全部连接进来 所以各位如果以后在使用道路上发现前面有塞车 那点进APP就可以知道这个下游的路口 是不是有事故或者是这个事故的位置在内置车道或外车车道 那就可以赶快的变换车道跟这一个路径 透过行动载具下载台中交通网APP 除了可以减少塞车问题之外 其中的闯红灯测速照相功能更是全国首创 一旦开启后系统就会自动提醒前方有测速 或是高风险路口 路口所有闯红灯跟测速的侦测器全部摆了上去 那最主要的目的是会射闯红灯跟这个超速 基本上都是比较高风险的路口 那这些高风险的路口我们做了这样的一个提醒 市民朋友可以好好使用 因为我们把的这个全国的这些高速公路的路况 也都连拉了进来 交通局表示 由于民众较不清楚道路施工的资讯 因此容易引发民怨 现在推出台中交通网APP 希望能整合及时路况 让民众出发前就能掌握讯息 让行车更加顺畅 记得张伟玲 台中赛网报导